大家好 我是蔡美鑫 今天指数最多跌了150点 那收盘只是小跌8点 只是小跌8点 今天成交量最后一盘 因为最后一盘有补量的情况 所以成交是3200亿 那3200亿我觉得 其实这个行情大概修正的 盘式修正的大概是差不多 大概是差不多 这行情就像我这个礼拜跟大家讲 现在指数已经跌了1000多点 就是因为跌1000多点 大家才会害怕 在先前还没跌的时候 大家不会怕 天天买 但是跌到下面的时候 你反而不敢买 对不对 好 这礼拜五我跟大家讲 买其所值 卖其疯狂 好 那以到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看起来是差不多啦 大概就是还在这个相对的位置 好 不过呢 不过呢 现在指数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是股票 对不对 有些股票你买错了他不会动 但是如果你买对了 就像说好的一样对不对 来 我说 美超伟的不幸 会不会是你的快乐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是你的快乐 对不对 好 来来来 这个是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指数重做300多点 哇 那一天 融资减了55亿 为什么 因为美超伟的财测失色 AI股拉警报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美超伟的不幸 就是我的快乐 因为相关的收贵股 我们想去获利卖掉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得很直白 好 讲得很直白 哎呀 大家都说什么 有AI会悲哀 对不对 谁说有AI会悲哀 你确定有AI会悲哀吗 是你没AI才会悲哀吧 来 致远 我跟大家讲 美超伟的不幸 就是我的快乐 对不对 这8月10号 8月10号礼拜四 这样子多少 280吧 对 280 对不对 275块 278块给他买进去 给他买进去 然后呢 你会发现 隔天礼拜五 指数 当天是开高走地 收这个离拉 那致远拉起来 然后接着 礼拜一指数又重挫 盘中最多跌快300一点 致远到308 然后昨天 指数反弹 它涨停板 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致远是不是 来 346块 346块 来来来 你快乐吗 我告诉你 这会员说 这好像是说好了 好像说好了 我们没买的时候 它就还跌 但是等我们买了之后 它就不跌了 买完之后 它就不跌 就开始涨 买完之后就开始涨 这样已经70块了 对不对 275买了71块 272买了74块 这样各10张就好 这样140万 对不对 然后巧了 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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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前天最强的是致远 对不对 那致远之前最强的是谁 最强是系统 对不对 我们手中的系统 赚47%的系统 那今天呢 今天什么股票最强 今天致远小涨一点点 不是旁边上最强 今天有机当股票很强 像这个 对不对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讲这一支 散热了 见准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讲这一支 大家都讲见准 刚刚好巧了 真的巧了 巧了巧了 来这8月10号 8月10号礼拜四 有本事事先讲 来 掌握特殊筹码 晋升赢家行列 赢家通吃的报酬 就是输家投入的一切 当你停損 我就把你全收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你停損我就给你买 别人恐惧我贪婪 唯有不凡 成就非凡 8月10号重挫 对不对 跌停板 来 我说为什么要买 因为特殊筹码在买 总股东人数并没有增加 我事先讲了 好来 卖 卖跌停板 123块半把它买跌停板 当然了收盘是跌停板 所以你要买几张 都有几张 收盘跌停板 我跟你讲 赢家通吃的报酬 这是输家投入一切 对不对 好来 这个8月10号 礼拜五 是不是小涨了5% 小涨5%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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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 哦 什么 这是建筑吗 哎 来看一下 这是谁 小吴角 有这么准的事情 来 我跟你讲 股票不用多啊 汇标才重要 股票不用多 对不对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不是优惠 你要的是标股啊 真的啦 哎 8月10号重挫300多点 当天融资大减 55亿 我跟你说什么 买见准 来看一下当时的危险 真的我跟他讲 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 他会告诉你说 啊 别怕 如果是敢说别怕 代表就是打劳 你爱怕 因为 也有可能会继续再杀 但是我跟你讲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别人恐惧我贪婪 当好股票遇上倒霉事的时候 来这支 这是不是重挫 我不是套脑跟你解释哦 我今天之前都没买过哦 可是问题是 他重挫 我可不可以考虑要买 可以啊 从股东人数是不是都没有增加 啊 2什么是不是上来 啊是不是 掉下来 对不对 那 你现在该怎么做 哎 我跟他讲真的 美超伟的不幸 美超伟的不幸 不会是你的快乐 跟你的动作有关系啊 如果你买对股票 因为很多股票都下来嘛 你买对股票 有可能他直接就上去了 对不对 啊有可能股票不会上去 取决在哪里 取决在于筹码不一样 这个如果散户很多 我连看都不会看 可是特务重码在里面啊 他也跑不掉啊 那再下来呢 这我今天之前都没买过 对不对 赢家通吃的报酬 就是输家一切 你停损一下 被人家接走 就是这样 敢来说就是这样 我说你停损就被人家接走 啊你停损被谁接走 被我们接走 不好意思我买跌厅盘 我说来今天之前 我没买过对不对 啊我可不可以买今天 可以啊 是不是跟你讲这个 是不是顺顺顺顺 马马马 对不对 这二四二一的见准跌停板 从跌停板变成掌停板 从跌停板变成掌停板 对不对 真的啦 从跌停板 希望你明天会快乐 从跌停板买完掌停板 把跌停板锁 跌停板锁没关系 对不对 隔天 我跟你讲 有人水深火热 但是有人海燕和清 在快乐赎钞票 真的吗 真的吗 来今天喜欢吗 不过你已经买不到 真的啦 喜欢吗 不过你已经买不到了 你真的买不到 来来来见准 来 见准卷支比63% 昨天龙卷还增加八千八百多张 现在龙卷总共 总共有一万张 这打错 龙卷应该是一万张 龙卷有一万张 然后有人放空背车 有人做多涨停 做多呢 赚二十块 事前预告事后属超票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动作不用多 会准才有用 来想一下 时间回到 来来来 回到八夜的时候 这是不是致远 刚刚是见准这是致远 对不对 啊致远接到哪里 今天是不是在这里 你不要小看家 275变成多少 今天三百四来 三零三五 三百四十六块 275块变三百 变三百四十六块 这样赚多少钱 赚七十块 我不是事后才告诉你说 我买 买资源 买那个 买建筑 我是当时就跟你讲 那天只数跌300多年 来简单回顾一下 资源当时的伏息 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 可以抵掉百分之九十九 人口的财富 你要当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九九 今天指数重错 大家讨论那些没有的没有用 不好 你要想说 什么股票是倒霉式 接下来会让你很开心 真的 美超委的不幸 就是我的快乐 因为美超委的社会股 我们早就获利卖掉 早就都获利卖掉 仔细看清楚 从股东人数大减特数数码大增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这个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被行情给弄到 来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资源 前两天资源最强最猛最凶 今天换见准 先前最猛最凶是什么 2363的系统 对不对 那你先回顾一下 你先感受一下这个感觉 那我再告诉你 接下来买什么 好不好 来这8月10号跌300多点 融资大钱55亿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 我直接 我直接买给你看 这危险动作 但是你真的会快乐 你真的会快乐 275278买进 对不对 我说的就是你所收到扣券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好 涨上来 又涨上来 对不对 这样很快 真的很快 你不要买多 你就买10张就好 这样是不是70万 对不对 这里买的 这样是70万 是不是74万 没错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来到这个地方了吧 还有什么股票 你要留意呢 还有什么股票 你要留意 来 这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嘛 昨天说我买这个嘛 对不对 昨天说我买细尾 为什么买细尾 因为题材商机不变 但是股价已经修正了嘛 题材商机不变 但是股价已经修正了 他是做什么 做韧体的嘛 韧体就是什么 砍在硬体上面的软体嘛 这是驱动硬体的软体 类似驱动程式 对不对 好 那已经全面支援NVIDIA 超级晶片架构 对不对 买完大概20分钟后 它自己就拉起来了 哦 那表示什么 表示上对车了嘛 先上车 然后就开车 对不对 那昨天呢 昨天是不是在这里 跌这么多你不敢买 提材商机不变啊 好 那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又上来了 我告诉你 你要的不是优惠啊 是标股啊 是源源不绝的标股啊 6231 来细维看一下 今天找法是不是又下来 收法是不是上来 来看一下K线 这K线漂亮不漂亮 这K线就漂亮了吧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买了嘛 对不对 在上海这样赚到什么 现在也是赚了十几块 没错吧 不然你回去看昨天的袋子 你赛我去看 昨天我跟你讲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我昨天又跟你讲什么 我昨天跟你说 我说还有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说 这个 你要去看现在总股东人数 没有增加 特殊筹码在下面买的股票 这是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少 代表什么 代表在这一段指数跌 1000跌的过程当中 这个特殊筹码特定人士 他一直在吃货 他一直在吃货 那为什么吃货呢 来 这我昨天跟他讲了 这一家公司 他满手现金 进均散热 唉呦 巧了 今天什么 今天涨散热啊 今天是不是要开始涨散热 什么励志啊 什么二思而一见准 对不对 好来 这我昨天跟他讲 他满手现金 进均散热 那你 他今天呢 今天小涨 今天小涨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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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大家讲 来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家公司 他本身是做连接器的 连接器 你不要看不起连接器 连接器听起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你去看 如果是车用连接器 3533 你看车用连接器 这加者多少钱 不是73块 是730 是730 那3665 300块嘛 帽连 车用的连接器 3023 车用连接器 300块嘛 对不对 3533 700块嘛 只要是车用的连接器 不一样 身价会变高 好 这一家公司本来是做连接器的 然后他去中国大陆 他的子公司去A股挂牌 去A股挂牌 然后这是反应非常好 比原本要募的金额又多了76% 又多了76% 总共拿到了9.03亿的人民币 大概是拿到39亿多的台币 他去子公司去挂牌 然后他手中多了接近40亿 39亿多的那个钱 好 钱这么多干嘛 拿来投资啊 他这家公司总市值才34亿喔 他子公司去挂牌 就拿了39亿多喔 这真的很厉害 好 那些钱多了怎么办 去入股台北股是有一档 叫做散热的 他去入股一家散热的 好 那这家散热的 他本来这家散热的 他有一个大客户是比亚迪 这家散热被他入股这一家 他现在是做比亚迪影音中控的散热 然后8月之后 今年8月 现在是不是 哎时间快到了 8月出货ADS 给比亚迪的散热 好 那他为什么要入股他 因为他入股这一家散热之后 他以后可以一次提供两款产品 也就是连接器跟散热一起出货 那如果他变成比亚迪连接器的供应商的话 那我告诉你 他股价不可能二三十块 你了解我的意思 加者是车用连接器700块 对不对 信邦300 帽连300 你不要看不起连接器 好 那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 如果他变成比亚迪 如果打入比亚迪高一点 那这下 这下好玩了 这下这个就转翻了 下面这个转翻了 保证转翻 而且还不止 不止 他本是有做防水连接器 好 就算了 就算他入股散热 那他也是 他也算散热吧 请问一下散热最便宜的是谁 现在散热最便宜的是谁 这下几块而已 我昨天跟他讲是不是二字头 今天呢 今天三字头 一点点 超过一点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散热应该多少钱 如果是车用连接器应该多少钱 好那防水连接器 我之前有跟他讲嘛 防水连接器就是散热不是要静默式吗 把那个就是伺服器啊 放在那个不倒电的液体当中嘛 对不对 那个液体里面的那个连接器 还是要通过认证的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水泡久了 他有可能会跑出东西来 如果是塑膠的 他跑出东西 然后影响他那个水值 你懂吗 他虽然是不倒电液体 可是你泡久 他还是会产生变化 所以 防水连接器是一个AI 到现在都没有人提到的一个商机 对不对 这我先直接跟他讲 来仔细看哦 这是7月7号 你自己回去看之前的那个 你去YouTube上面看 我跟你讲 永德 是 这一家跟这一家 这两家啊 是做防水连接器 他的防水连接器是给客户认证 对不对 好这7月7号 AI伺服器带动沉浸式的交换设计 现在做防水连接器 啊这个 多少钱当时49块2 你知道他接多少吗 指数跌1000点啊 3689 来看一下 涨停板锁1万2000张 仔细看哦 在这里哦 创新高 68块 再回来看 7月7号自己回去看哦 49块2 今天多少 涨停板68块 对不对 是不是创下坡单的最高点 所以你现在要想哦 这个是做什么 做防水连接器哦 防水连接器 现在完全没有人跟你讲哦 我全新全新了 没有人跟你讲过 对不对 他已经先喷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办 真的啦 我跟他讲 你现在要买的是什么 别人还不知道 从默默无名 不为人知 到人尽皆知 家喻户晓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股票亮灯涨停板 别人想买 但是他买不到 因为涨停板所使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会儿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互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苗目 赚钱不断重复 成长独孤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成长独孤自行载线 022-2752-5868-2752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今天指数值小跌8点 那有收一个下影线 那感觉行情指数的 空间大概是在这边震荡 好 那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你要锁定 AI的新主流 锁定AI新主流 这波指数在下秀过程当中 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NVIDIA跟美超微 涨多修正之后 那以后他们就不发展AI了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反而是你要看这个新闻 美国限制投资高科技的路器 美国限制投资高科技的路器 是上个礼拜的新闻 它限制什么 限制量子运算跟AI领域 它限制这两个 叫你不能去投资 不能投资这两个 这是什么 这是美国给你报名牌 他给你报名牌 名牌是什么 名牌是量子运算跟AI 这样看得懂了吧 它限制你去投资 量子运算跟AI的路器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就是名牌 对不对 好 那 来来来 那美国在报名牌之前 我们先跟你讲 我是不是跟你讲 超导体 超导体可以用在什么 用在量子运算 那我跟大家讲 国内的量子运算有谁 国内量子运算有两家 对不对 这家我们也小赚 再还有这个资源 跌停板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量子运算 当时资源跌停板 对不对 当天跌停板 然后呢 礼拜三 礼拜四台风天 台风天 礼拜五下来 今天多少 今天资源多少 这多少 272 今天资源多少 341 你没看到吗 这样是不是赚70块 来 简单会顾一下 先请了不下 所以你不要人云亦云 你不要人云亦云 来 我说这些 不一定是 因为我不知道 那我说 如果是超导体 它真的可以 用在室温的话 那当然你要留意什么 量子运算 量子运算 你要小心 这个量子运算 Google披露量子电脑新突破 比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 快47年 这是最新最新的新闻 这是两三天前的新闻 不是旧的 Google近日宣布 在量子运算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它设计的量子电脑 可以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完成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电脑 需要47年才能完成的运算量 这厉害了吧 也就是说超导体这件事情 是不是立马成真 假设立马成真的话 它对量子运算有运算 绝对有帮助 但是如果没有立马成真 我告诉你量子运算相关的 电脑晶片也是你要留意的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我昨天跟大家讲 独家揭秘有两家 有两家 这是第一家 另外一家是什么 另外一家是一档跌停板的股票 老师 那高平跌停板呢 对不对 股票跌停板不会有人跟你讲 我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量子运算 在量子运算中扮演重要角色 是量子电脑里面的核心晶片 如果成真的话 会加速量子运算 如果不成真 量子运算还是在 对不对 量子的电脑 电脑的核心晶片 来今天掉下来给他买 要不要 272 买下去 买完好事就发生了 买完好事就发生了 来来来来 涨到涨到涨到 涨到涨到288 从272涨到288 收盘是小涨啊 收盘没有涨那么多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现在市场上面很少 能跟你讲 就是人少 没有人跟你讲 你才会赚到钱 那我当时不跟大家讲 我当时跟大家讲说 你要去想的是 这个量子运算 在未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量子运算 我VCR有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Google的量子电脑 有一个新突破 比世界上最快的超级电脑 快47年 那台湾有没有做相关的 台湾有 台湾有做三高 就两家 这一家 还有另外一家就是智原 我说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全新商机未来题材 全新商机未来题材 然后呢 这个礼拜五是不是压下来买进 你上网去看VCR 对不对 然后接着涨到 然后小涨一点点 然后不可思议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对不对 变成309 变成307 对不对 然后昨天涨停板 今天呢 今天继续再涨 今天341块钱 今天341块钱 所以呢 你想一下 为什么它这么强 为什么我们就是买资源 为什么资源这么强 它背后有故事 那我也给大家看过资源的筹码 总股动的时候是大减特货筹码大买 所以呢 你现在不知道事情还很多 你仔细看 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 对不对 你看 它 我们没买之前它还跌 这里我们没有买 对 刚好买这天嘛 对吧 超老体周二股买这个 这天又要货又去买 对不对 这样两笔上来 这样是不是各70块 真的啦 事前预告 事后数钞票 真的事后数钞票 你现在要想的是 来 未来还有什么股票 是别人会很想买 你去想一下 这一波一旦指纹 像今天 伪状涨停板 对不对 银帮涨停板 那又陆陆续续回来 那陆陆续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新的AI组楼出 我告诉你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新的AI组楼出 只是说你还不知道 对不对 像我昨天跟他讲这个 我说这这家公司满手现金 他进军散了 股价二字头 你要去想的是 你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股票 你要站在特定人士的角度去看股票 特定人士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一直在买 总股动员数没有增加 总股动员数如果没有增加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着这指数下售1000点他在进货 他在进货什么 我跟他讲 他有可能会打入比亚迪 他如果打入比亚迪 他去入股一家散热的 这家散热的有一个大客户叫比亚迪 那他为什么要入股他 因为他要一起出货 一起出货 就是说散热产品跟连接器一起出货 那如果他可以一起出货给比亚迪 那这下可 事情就大掉了 你看一下加折多少钱 700多块 对不对 信邦300 那个3665300 他多少30 10分之一 对啊 10分之一 他主要的客户是华硕广达 尾创人保音乐达 刚刚好都是这波最强的 这他主要客户就是华硕广达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到底什么东西是独家的 未来上去之后 我知道你会说什么 我早就买比较多 对不对 早知道建筑买多一点 早知道3035资源买多一点 早知道什么 2363系统买多一点 对不对 真的独家 不凡你就赢定了 祝你明天 操作树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